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支持者宣布通选 扬言要打造美国黄金时代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当地星年三离神 来到佛罗里达州中女滩贝尔中心 他太太梅拉尼亚 还有大约两米高的儿子 巴伦亦都在场 特朗普向支持者发表胜利宣言 扬言要为美国奋斗 朗普向支持者 李宗盛 特朗普扬言要团结和治疗国家 并且解决边境问题 停止非法移民涌入 对于富商马斯克涉嫌以经营非法彩票的方式 派遣为特朗普助选 特朗普就形容他是天才 特朗普提到7月租行直受伤 说有人曾经跟他说 上低遥书居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就是要令到国家再次伟大 他有两度提到中国 说要打造黄金时代 实现强大安全和繁明的美国 如果美国国会召开会议 确定78岁的特朗普赢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 他将会在明年1月20日再度宣誓成为总统 也将会是第二位跨界联任的总统 母纤电视记者朱少林佛亮 特朗普宣布胜选的晚会场外 全日都有支持者聚集 有人希望他上任之后推翻民主党的政策 包括收紧移民措施 和为美国经济带来生气 李卓卿在佛罗里达州报道 大选投票日之后的凌晨 选情开始明朗 在中女摊院会议中心外面 特朗普支持者提前庆祝 再歌再舞 深夜仍然留下撑场的不少都是年轻选民 有亚裔疑民就认为特朗普的要务是压低通胀 这位男人会做什么 现在的油池是三个多元 差不多四元 他在四年前的约会是一元 除了佛罗里达州内的居民来抽热闹 也有一家人由民主党票仓纽约 飞到特朗普主场 表达他们州的选居人票 未能为他们承载的意愿 我们全都在患上 我们在财务上的患上 犯罪非常严重 我们住在纽约市 你甚至不能走到街上 无法感到疲惫 而看着你的肩膀 这很可怕 所以 神祝美国 他又成功了 经济会变化 线线会关闭 不再变化 特朗普连续三届 传取佛罗里达州的选居人票 这里被视为共和党的票仓 踏入了美国时间凌晨 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 都开车来到中旅滩市中心这里 现场有风路 加上车多 一度交通制塞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 在佛罗里达州报道 据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錦麗 将会在本港时间 今天凌晨5点发表讲话 承认败选 外电引述何錦麗的助理报道 何錦麗在写港稿 预计会在本港时间凌晨5点 在母校华盛顿福华德大学 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也会打给大选对手 共和党的候选人特朗普 承认落败 另外全国广播公司 引述白宫官员报道 总统拜登也计划打给特朗普 祝贺他获胜 以及公开谈论大选结果 中国说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祝贺特朗普当选总统 说会按照相互尊重等原则看待两国关系 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 时隔四年宣布再度入主白宫 外界关注若果特朗普落实向进口中国货 进一步加关税的竞选承诺 美中关系会否急转直下 在北京 外交部说美国大选是美方内政 中方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 我们将继续按照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 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台湾当局祝贺特朗普胜选 说期望强化合作 日本亦都祝贺特朗普胜选 盼望日美同盟提升至更高境界 澳洲亦都表明 和美方合作关系不会改变 外界关注特朗普胜选之后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否能立即停火 因为特朗普在选前一星期 曾向金融时报表示 如果胜选计划在24小时内 令到俄乌停战 但未有透露详情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 和美关系现时已跌至历史最低点 总统普京不打算祝贺特朗普 相反 布克兰总统扎连斯基金融祝贺特朗普 又赞扬对方承诺会透过实力 去实现和平 至于被视为美国亲密盟友的以色列 总理内塔尼雅胡 形容特朗普胜选是巨大胜利 相信他的历史回归 将会为美国带来新的开始 也有利于两国的盟友关系 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的高层官员说 特朗普必须令到美国 停止对以色列盲目支持 和巴勒斯坦友好的伊朗就说 伊美主要政策 不会因为人事禁忌而有重大影响 多个欧洲国家也急于向特朗普表忠 英国首相施己燃在国会表示 期待未来几年和特朗普合作 维持英美的特殊关系 被指和特朗普非常友好的匈牙利总理欧宜 就说特朗普胜选 正是世界所急需 至于今年7月顺利 连任5年的欧宏委员会主席 冯德来恩 在特朗普仍未取得足够胜选的 270张选举人票之前 已经抢先祝贺特朗普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不得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星期一起一年三日在湖北省考察 他要求当地政府要发挥自身优势 加快建成中部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 在湖北省的第三日行程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听取湖北省委和省政府的工作回报 肯定当地各项工作的成绩 并且就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习近平指出当地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强 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建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构建更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并重 深化内外某一体化改革 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 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推进已完成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发展圆域经济 针对当地的经济 习近平就强调要做好相关工作 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回到新闻时间先看财经消息 特朗普将会再度入主白宫 美股三大指数都藏新高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升超过1300点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43,647点 升幅扩大到1425点 标准普二言百指数报5916点升133点 特朗普概念股向好 特朗普媒体科技股价曾经升超过三成 特朗普支持者马斯克旗下Tesla升超过一成 市场憧憬特朗普会为银行业松绑 富国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向好 早段升幅7-11 多借中概股就逆市下跌 其他消息 警方经社主转介拉了275个人 涉嫌骗取交通意外伤盟援助 涉款1400万 更加怀疑有责骗集团自制巴士意外骗款 警方是自上个月初开始 先有拘捕涉案的182男93女 介乎18至64岁 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 根据法例 如果市民在交通意外受伤 获发不少于三日的病假指或楼院 就可以向社署申领援助金 但社署在3月发现 有人怀疑用假文件申请援助 转介给警方 警方调查后发现 由121宗交通意外 怀疑涉及行骗 骗款由港币2000至15万不等 部分个案涉及假病假指 最高金额的1宗 额升病假最长达180天 更有怀疑诈骗集团 自编、制度、自演意外 其中一宗在去年3月 安排私家车撞向双层巴士 14个伤者之中 11个人其实是弃子 一共骗取港币70多万 那晚他们分别在不同地方 沿着巴士路线 在不同的巴士站 登上那架双层巴士 当巴士去到中中以后 所有人都齐之后 主佬安排私家车撞上巴士 製造一场自编自导的交通意外 警方说有部分被捕人 因为欠债无法常还 被债主威逼利友犯案 作同债主瓜分援助金 初步相信没有医疗机构涉案 而那些架子我们相信 应该是骗徒自己披图出来 因为他们的造工非常粗糙 也有些架子甚至有些串错字 社署就说 182人的援助金已经批出 会追踏全部款项 社署表示日后处理申请的时候 会更加严谨审视相关医疗证明文件 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 无视电视记者不止乔报道 消息说支援科高级警司周毅刚 涉嫌非礼一个女人被捕 消息说周毅刚早前涉嫌非礼一个女行政主任 女事主之后向上司举报 警方说广岛总区重案组早前调查一宗非礼案 星期二在元朗区已涉嫌非礼 抓了一个49岁的男警务人员 他获准保释候查 12月双秦向警方报道 那个警务人员已经被停职 周毅刚四年前促升为高级警司 他曾任深水堡分区指挥官 期间曾经发生两宗开窗案 之后转到支援科任职 菲律宾军方在南海和中国有争议的水域 进行冒移夺岛演习 说解放军在附近监视 菲律宾军方说 星期三的演习内容 包括有冒移夺取南若岛和岛序防御 一艘海军护卫艦靠近岛序 海军陆战队员和水手 之后坐快艇登陆海滩 并由空军向岛上空投物资 今次是菲律宾第一次在南海 举行同类的战斗演习 菲方又说解放军的船隻在附近监视 不过美联社的片段 见到中国海警船 而片段也见到有菲律宾军机降落在中叶岛 中方早前批评菲方非法侵占中叶岛 在北京外交部强调 中国对南海诸岛和附近海域拥有主权 在南海要武力挑动对抗 只会加剧局势紧张 破坏地区稳定 欢迎收看世界观 全球各国领袖架行中被视为最重要的保安机密之一 不过原来这些资料可以轻易在网上找得到 法国传媒调查发现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选战期间的民主共和两党 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何錦麗 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国领袖和政要的机密行中 都可以透过他们随行的保标 用的一款健身应用程式追踪得到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漏洞呢 跑步、健身 不少人都会戴着智能手标 以应用程式记录运动数据 不过原来这个定位系统 竟然成为全球多国领袖行中外洩的漏洞 法国世界报记者调查发现 说多国领袖的随行保标 都用一款名为Strava的健身应用程式 这款应用程式被用户追踪自己的锻炼过程 并且在社交媒体分享 亦都因为这样暴露领袖的行中 包括2018年6月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和北韩领袖金正恩 历史性会面的地点 未正式公布之前 似乎已经泄露了出来 至少一位美国秘密服务 已在新加坡 从3月31日 即是6天前提出 他正在驾驶室 正在驾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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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州三藩市会面 他们举行会谈的酒店位置 亦都被意外曝光 报道说 美国一个特勤局人员 就在拜登抵达之前的几个小时 由酒店出发慢跑 用Strava追踪了他的跑步路线 世界报调查发现 就连法国总统马克隆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保镖里面 亦有人用Strava令行踪曝光 记者追查马克隆保安人员 在Strava的行踪 得知马克隆在2021年 曾经在诺曼蒂海滨度假胜地 度过一个周末 但那次其实是属于私人旅行 并没有被列入总统的官方行情 到底问题有多普遍? 世界报说 调查一共发现26个美国探员 12个法国总统安全小组成员 和6个俄罗斯联邦警卫局人员 他们都是负责总统保安 在Strava拥有公开账户 部分人在诚识用真名 可能泄露更多个人资料 我们不只能够查识 这些国家的旅行 但我们也能够准备很多 非常专业的信息 关于这些身体监制 基本上名字 如何似乎 但也判断似乎 他们的朋友 要找到哪里居住 哪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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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很多东西 或者是全其 对自己的生活 所以当然 安全小组 也非常重要 美国特勤局回应说 不认为他们提供的保安受到任何损害 强调特勤局员工 执行保安任务期间 不可以用个人电子设备 但没有禁止员工收了工之后 用个人社交媒体 马克龙的办公室发声明说 相关报道的后果非常轻微 不会影响总统安全 有美国专家认为 今次调查报道 揭露健身应用程式可能存在安全风险 应该制定更好的法规 加强监管科技公司 如何用消费者数据 同时也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 我们明天继续世界观 观世界 大家好,我是何梓恩 美国大选结束投票 多个主流媒体都推算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赢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 即是入主白宫的门栏 将会再度成为美国总统 特朗普向支持者宣布当选 扬言要打造美国黄金时代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当地星年三离晨 来到佛罗里达州中女摊埔尔中心 他太太梅拉尼亚 还有大约2米高的儿子 巴伦亦都在场 特朗普向支持者发表胜利宣言 扬言要为美国奋斗 这坊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向支持者宣布 这坊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向支持者宣布 国主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向支持者宣布 国主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向香港 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向呼吸出 最期望纳度公司 特朗普扬言要团结和治疗国家 并且解决边境问题 停止非法移民涌入 对于负商马斯克 涉嫌以经营非法彩票的方式 派钱为特朗普助选 特朗普就形容他是天才 特朗普提到7月租行直受伤 说有人曾经跟他说 上低遥书居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就是要令到国家再次伟大 他有两度提到中国 说要打造黄金时代 实现强大安全和繁民的美国 如果美国国会召开会议 确定78岁的特朗普 赢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 他将会在明年1月20日 再度宣誓成为总统 也都将会是第二位跨界联任的总统 母纤电视记者朱少林辉务 据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錦麗 将会在本港时间 今天凌晨5点发表讲话承认败选 外电引述何錦麗的助理报道 何錦麗在写广告 预计会在本港时间凌晨5点 在母校华盛顿福华德大学 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也会打给大选对手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承认落败 另外全国广播公司引述白宫官员报道 总统拜登也都计划打给特朗普 祝贺他获胜 和公开谈论大选结果 美国大选除了选出身总统 也都选出身一届国会议员 当地传媒推算 共和党重夺参议院控制权 在众议院所得的议席也都暂时领先 在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发表胜传宣言 57岁的莫雷诺是哥伦比亚移民 商人出身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推算 莫雷诺以大约五成得票率 击败自2007年开始 就出任那个州联邦参议员的 71岁民主党人布朗 成功将俄亥俄州议席由蓝转红 另一个被共和党翻盘的是西弗吉尼亚州 传媒推算共和党候选人 现任州长贾斯蒂斯以大比数得票 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埃利奥特 督定当选 接替倾向民主党的独立参议员 曼欣退休之后空出的位置 除了从民主党阵营取得议席 共和党也都保住原有议席 在佛罗里达州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斯科特 也都宣布自己胜选 预料他已超过五成得票 击败民主党候选人鲍威尔成功连任 今届美国大选参议院改选其中34席 即是大约三分之一的议席 虽然民主党保住加州等参议院议席 但传媒推算连同无需改选的议席 共和党应得到超过五十席 即是过半日的议席 结束民主党选前的微弱优势 重夺参议院控制权 众议院选举方面 共和党籍现任众议院议长若翰逊 成功在奴役斯安那州的选区连任 他对共和党的选情充满信心 众议院在改选前 由共和党议220对212席的优势掌控 今次全部435个议席面临改选 大约有40席竞争激烈 传媒推算民主共和两党各有议席被对方奪去 无线知识在梁明珊报道 又是香港的美国商界认为 特朗普上场都不会影响美国商界在香港的发展 商界懂得灵活应对政策转变 香港美国商会在中环直播美国大选情况 共和党和民主党各有支持者 有美国商人认为特朗普如果确定当选 对经济发展有利 当美国商业和中国共和党都很努力 它们真的非常好 希望我们能够回到那种互相关的 那种互相关的重量 我认为特朗普 因为他们想要关系 一个人的新闻 更加商量 我认为这些EV的预计 因为世界的领域需要更加益 而很多的领域 我们应该要做好 商會總裁翁爾登說商界懂得靈活應對任何政策轉變 我們在這裡競爭還是一個有雙機的國際城市 但是有很多很多挑戰 2020年美國大選因為疫情原因商會沒有直播點票 而今年第一次博辦 現場亦都有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空張給在場人士 有本安學者認為特朗普在搖擺州吸納了不少失業的基層票 企圖行食事件亦都幫他很大的忙 我相信這個對特朗普來說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槍擊事件亦都因為槍擊事件之後 這個馬斯克走出來去支持特朗普 他是一個國家英雄 他亦都不畏強權不畏這個叫後果 在艱難的情況下重新站起來 這個正正好像是符合美國人的精神 有評論認為特朗普上場美國關稅政策將會更強硬 特朗普其實都是跟之前那個特典 2016年到他執政期間那個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用關稅 對所有的外面入口進口的商品或者服務 我都要加關稅 還有中國是要加60%的 他認為香港要做好應對準備 無線電視記者林婷婷報道 懲教處一個職員上星期五 在逼屋監獄外遇襲 警方拘捕多5個人 涉嫌施襲 接載施襲者 和為他們提供藏身地點等 至今拘捕了13個人 影方眼袖押計其中一個最新拘捕的疑犯 到逼屋監獄外一段清水彎道重組案情 他手持棍杖道具相信是無以施襲用的武器 向假人揮打幾下之後假人倒地 之後走向馬路 走到一輛私家車隔離 相信是無以案發後逃走情況 案發在上星期五下午 一個一級懲教助理收工離開逼屋監獄 在清水灣道等車期間 三個蒙面男人 由一輛套上假牌的私家車下車 向他撕襲 之後駕車逃去 警方同日抓了8個男人 涉嫌串謀傷人 全部有黑社會背景 警方跟進調查 過去3天抓多了5個人 介乎20至51歲 其中3個男人 分別涉嫌對受害人撕襲 駕車載兇逃到現場 和測或襲擊計劃 另外有一男一女 涉嫌為其他疑犯 提供藏身之處 警方相信今天這宗案 還有在途人士 而我們的搜捕行動仍然繼續中 我想在此作出警告 有意圖傷人罪最高的刑罰是終身監禁 而協助罪犯罪最高的刑罰是10年監禁 切勿以身事發 消息說雙人案涉及一個在囚人士 因為不滿懲教處職員 於是買兇找人之襲 母親議事記者 澤娟問不到 美容師七年前 毛牌為一個女人注射透明質酸 導致她皮膚壞死 潘酬五個月 控罪話五十六歲的被告迪含陽 2017年3月 在尖沙咀美容院韓陽美容 毛牌幫事主打透明質酸 導致對方的身體受傷害 根據大廈的保安員說 美容院年紀之前已經搬走 案件的爭議是被告是否在毛牌之下注射 以及事主的傷勢是否由注射引起 九龍城裁判法院站委裁判官馬家欣 裁決的時候說 事主證供直接誠實 而事主接受注射的時候 與被告只有十幾厘米的距離 認錯人的機會低 相反被告自變的時候態度迴避 對案發經過多次說不知道和沒有印象 質疑如果被告沒有為事主打針 根本就不需要陪對方去到醫院 以及支付醫藥費 而警方的會面記錄顯示 被告曾經承認自己沒有資格幫人打針 對他經營的生意傳疑 根據診治事主的醫生說 事主接受填充物透明質酸注射 導致血管堵塞 血液不能流到動脈血管 面上因而出現4.3厘米乘3厘米的皮膚變白 也有三小塊的皮膚壞死 有可能流有疤痕 法庭也接納整形外科專科醫生的證供 即是事主的傷勢 由炮診引起的機會極低 經審訊被告被裁定罪成 辯方求情的時候說被告09年由內地來香港 童年因為交通意外受傷流有疤痕 曾經為自己注射透明質酸來撫平疤痕 案發之後已經沒有從事美容工作 改為做適應 裁判官考慮被告背景等因素之後 判他監禁五個月 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上海和當地市領導會面 李家超昨天與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 和上海市市長公正會面 港澳辦副主任周濟也有出席 李家超感謝上海市委和市政府 當年來高度重視互港合作 又說兩地交往頻繁 在經貿、金融、創新科技等方面 一直保持深度合作和緊密聯繫 他說有信心兩地繼續優勢互補 合作共贏 在多領域推動協同發展 共同貢獻國家高質量發展 另外李家超較早前 亦和新到香港的企業和人才見面 他說特區政府會繼續做好招商人才工作 協助企業和人才更好 在香港有更好的發展 同時為香港發展駐入新動能 李家超昨天下午啟程回香港 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昆明分別會見訪華的 緬甸領導人敏昂來 和亞洲開發銀行行長淺川雅治 討論加強合作 國務院總理李強昨天在昆明會見到訪中國 出席大微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 第八次領導人會議的緬甸領導人敏昂來 李強說中緬是山水相連的友好鄰邦 中方始終將發展對面關係 至於中國周邊外交的重要位置 願同緬方在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框架下 穩步推進中緬經濟走廊建設 他又說雙方要共同打擊網倒電炸等 跨境犯罪活動 維護好兩國民眾的切身利益 希望緬方設實保障中方在緬甸的人員 機構和項目的安全 敏昂來就表示 緬方堅定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認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感謝中方為緬甸和平和解 以及緬不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 李強同日也會見 與會的亞洲開發銀行行長淺川雅治 李強說當前受保護主義抬頭 地緣政治動盪等因素影響 世界經濟復甦依然乏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 今年以來 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 穩中有進 新動能加快成長壯大 回升向好態勢鞏固增強 為亞洲和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他又說中國加入亞洲開發銀行以來 雙方始終保持良好合作 取得風石成果 希望雙方繼續聚焦發展 進一步拓展合作空間 加強在環境保護 綠色低碳發展 養老和醫療等領域的資金合作 深化新興產業的發展 淺川雅治就說 亞洲開發銀行高度重視 並致力於發展更為強勁 全面的對華合作關係 願意繼續支持中國高質量發展 共同維護自由貿易 反對保護主義 促進亞洲共同發展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 中國空軍早前宣布隱形戰機殲35A 將會在下星期舉行的珠海航展首次良常 有軍事專家說 未來他將會聯同 殲20聯合作戰 殲35A是繼殲20之後 中國空軍第二款隱形戰機 軍事專家說 殲35A是中型人身多任務戰鬥機 除了可以執行制空作戰任務 亦都可以執行對地 對海多種突擊任務 殲20屬於重型人身戰鬥機 主要執行制空作戰任務 因此在未來作戰過程中 殲20和殲35 它可以進行組合的作戰 完成奪取制空權 同時對地面或者海面目標進行精確打擊的 這樣一種能力 這兩者的組合 應該說對於奪取制空權來說 可以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後 第二個同時有兩款隱形戰機的國家 專家說 意味著中國空軍的主要裝備 正加速轉型到人身方向 並估計未來會以多種組合形式進行作戰計劃 同時也可以出現殲20或者殲35 與其他的非隱身作戰飛機進行組合 同時還會出現一種非常重要的形式 就是隱身作戰飛機與無人作戰飛機進行組合作戰 代表著空中作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 就是有人與無人的結合 亦都有評論認為 殲35A 若果未來成為艦載機 會大幅提升海軍的航母戰力 估計未來殲35系列陸續推出 會更有能力對抗美軍的F-35系列戰機 又說台灣軍方最先進的戰機 在面對殲35A的時候是毫無勝算 無線電視機仔 曹家榮報導 Pan коп bars 要整形到戰機 通知 還從 畢竟 同機 squ 還有 也 兩個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